大家好 本讲的内容呢是定位 呃有三个部分 我们分别讲一下 首先是元素点定位 然后是plan的方式定位 最后是背心体 定位呢 在这个犀牛 然后这个做设计的时候啊非常多的出现 包括grasshopper 因为我们要处理很多很多的这种元素的一些component 呃一些细节的结构 把它定位在整个的大的一个 呃曲面上 或者说一个结构上 那么这种定位的 啊这种功能就 不可缺少了 好 那么我们打开犀牛和grasshopper 打开之后呢 我们 首先在犀牛的场景中 创建一个surface 使用这个四点曲面就可以 然后给点高差 这个大家可以随意创建啊 不一定完全跟我一样 好 创建出一个曲面 然后 给他进行一定的 细节的rebuild 好 将u和v的数量 设成6 然后曲率呢 设成3 OK 那么编辑一下 他达置的结构 让他产生一个变化的造型 好 大家随意一些可以不用跟我的完全一样 那么这个起来一点 OK ESC 确认这个 点的编辑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 surface上 啊创建一些随机点 创建一些随机点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OK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叫做 vector里边的啊 grade里边的 叫populate geometry 在 这种几何体上 产生啊 产生这些随机点 好单击放进来 然后加一个surface的 变量 右键设置 将surface 放到 变量中 然后连接g 这样在他的 这个 模型上就产生了一些 OK随机点 那么数量默认的是 100个 好 我们将这个surface 选中隐藏 呃现在产生了这几个随机点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 呃 这100个点呢 未必啊 未必在他的surface上 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 高差啊 会有些高差 但是这高差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们如果想完全 确认 这个点 在surface上 那么可以使用一个 surface 标签下的 surface closed point 啊 就是 最近点啊 曲面最近点 之后 之后我们可以将 点和surface 再进行一次 连接 那么怎么让才能知道他们之间差多少距离呢 这个distance啊 我们是可以 获取到这个 信息的 OK 看一下 哎好像是都在上面了啊 都在上面了 当然有些特别大的一个就曲变变化有可能这个distance的他不为他不为零如果为零的话说明 他是完全在这个surface上的啊 完全在surface上 好 不管 这个不是重点 好这个随机点 这随机点我们希望他在他身上啊在这个surface上 创建 呃 泰森多边形 啊 沃尔诺 这种多边形 那么 如果我们直接给泰森多边形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个结果 mash啊 triangulation 里面的 沃尔诺 好放下来 然后 放在这边上 你会发现 嗯 这个造型离我们要的那个 surface上的这个贴皮造型 差的非常非常多啊 非常非常多 这个呢 肯定不是我要的那个结果 所以我这样做是不行的啊 不可以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 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 呃 在surface上得到这种造型呢 啊这种造型呢 可不可以呢 现在贴不上 好 我们用一种思路 我们用什么思路呢 我们现在surface上这些点啊 现在的空间是xyz空间 我们希望将这一点 应设到啊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案例了 就是说元素点定位 应设到 surface上 使他这个点 用uvw空间 就用那个surface本身那个面空间啊 uuv空间 因此 我们需要啊 需要将这个 点 用刚才的那个模块 投射上去 投射上去 然后得到uv值 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个surface 我这个surface 投上了uv值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用surface 使用投射 过来 之后 啊 点对点 surface 对surface 好得到uvp uvpoint 啊就是uv值 但是我们看这个uv值呢 非常非常的 不好操控啊 不好操控 我们希望他 能够容易的啊 容易被操控 因此 我们将这个 surface 变成 单位 surface 也就是将他进行一个 reparameterize 的一个 设置 这个讲过 对吧 好 设置之后呢 他会出现这么一个图标 那么 我们输出的uvp呢 他的 数值也会在 ok 0到1之内 0到1之内 不会超过这数值 那么这是我要uv点 ok 我把uv点 现在你说这个是uv点吗 也是 但是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一个point 连接这个uvpoint 好 连接之后呢 在这之前没有的 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个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 一些点 ok 当然我这个放大 用顶式图放大 好 那么 这地方 他的一个划分就是按照 0到1 0到1的这个面区间 啊 而执行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这个设置 就是将不管他多大的区间的surface都变成0到1 0到1 uv啊 分别是0到1 所以呢 我们将这个点啊 这个点 进行vnoy 啊 这个点是在平面上的 他没有高差 看看0啊 看看z 啊 其实是达不留啊 因为面是没有厚度的 ok 将 将 mash 里边的 tangulation 里边的 tangulation里边的 vnoy 进来 然后使用point对p ok 出现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么 呃 box box 其实他 这个是bundary 是要的是长方形 我们使用一个 使用一个这个 Rectangle primes下的Rectangle 右键 单击选择set1Rectangle 好 这时候出现了 第一个点 脚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输入啊 可以输入 0 0 0 也说 远点 啊 远点 回车 ok 那么 下面这个呢 就是1 0 0 因为这是这没有高差 所以最后也还是0 1 0 0 OK 这样看 这个Rectangle 就成了 啊 其实是个正方形啊 是个square 正方形 好 将他连给b 这样我们的 这个 整体的啊 整体的这结构就出来了 啊 当然 有点小啊 我拿顶视度看 能知道 好 得到这个 这个Vernoy 使用一个curve 连一下 把这个呢 先隐藏 好 这个Vernoy 是这样子 之后怎么样 这个Vernoy 啊 Vernoy 回到他身上呢 回到他身上呢 如果我们只用变形也可以过来 但是呢 这样 他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这个线就会有产生 呃 很多的很多的点 他是一个呃 有曲率的啊 有曲率的一个线 如果我们还想保证他的是直线该如何做呢 我们可以这么想 我们这个得出的 Polyline curve 每一条Polyline curve 是一条封闭的啊 有的他的端点啊 比如说这个 123456 这六个端点 啊 有六个这样的端点 因此 我们让这个端点啊 让这端点 把将他的端点 用一个 Surface中的 Evaluate Surface 再贴回去 这样的话 他的端点就形成了 在表面上 然后将端点进行一个 连接 就形成这种Polyline啊 在Surface上的Polyline 好 具体看看怎么做 那么curve 使用分解 我们线是可以分解成顶点的啊 可以分解成这个point的 我们使用curve中的 Analysis 下面的Control Points Control Points 好 单击放进来 连接 Control Points OK 之后看一下 这时候一定是数据数据 因为每一个闭合的曲线里边都有数个point 因此这里边数个啊 一定是 有好多的这种字击 嗯 展开之后呢 我们观察一下 第一点和最后一点 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他的一个算法 就是 呃 我们画 画Polyline就能知道 我们12345 最后回来的是6 但是呢 其实是5个点对不对 但是你回来回来要点 点击一下 所以这地方点击了两次 因此呢 呃 在GlassHopper中也是如此 不过对于我们使用来讲 最后一点不需要 要把它删掉啊 删掉最后一点 好 我们看看 但是呢 我这里是一个数型数据 有好多好多列表 而且每个列表的第一个点和最后一点都一致 因此我把每个列表的最后一个点删掉 这时候我们用到一个列表工具啊 也说把列表的最后一个干掉 我们使用set标签 list 下拉 OK 有几种方式啊 那么用简单的吧 用这个sequence 这里边 可以使用一个 callindex 或者call 这个nth nth是第几个 index是那个编号 啊那个编号 好还可以用 这个list里面的这个shift list 是不是偏移 我们我们往下滚动一个 就把这个滚掉了 就把它删掉了 每个都往下滚动一个的话 那最后一个都都掉了 呃 看看使用哪个别好 好 使用这个shift list 大家注意我要删掉的是这个最后一个 也就是说 我再用panel连出来的时候这个零点零四八应该没有了 而且最后一个指编号应该是五 这他对了下面都对了啊 这个最多是六 这个最多是五对吧 最后我买了以后 修改过以后这个是五这是四就对了 好连过来 那么这是便宜的啊 便宜的单位 是正便宜还是负便宜 那么这个呢 呃 代表删不删 如果你不删的话 啊 如果你不删的话 他就会滚动到上面去 也说两个 相当于我们玩的那个老虎鸡一样 啊他是滚动的 啊 我六滚到上面来的时候 他变成六了 但是上面两个完全一样 这个跑到上面来了 像抽盘子一样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默认这个对不对呢 不对 我们第一个被删掉 也不是第一个被删掉 就是说他第一个我往下滚了 往下滚了 你看有两个零点四八 零点零四八 有两个零点零四八 因此呢 这个方向错了 这应该是负一 好 这样最后一个上去了 等于是两个 但是呢 我希望把最后一个删掉 而不是滚上去 因此 这个w要是force 你看 这样少一个了 零点零四八 没错 好 下面四个 这样点就对了 OK 然后 他们还在原地啊 原地 但是他的 数数据结构是对的了 好 我们 继续往下做 呃 这个点呢 现在这点其实还是 uv的一个值 因为都在零零到一之内啊 呃 我们下面 通过一个 surface 的evaluate surface 啊 评估表面 evaluate surface 好 使用这个点的值啊 可以加一个point 告诉自己这是点的值 好 连接 uv 前面可以隐藏了 s呢 s呢 还是最早的那个 啊 单位化之后的那个surface 好 我们看一下 这点上面上来 OK 我们发现 啊 这些点 都已经在surface 上啊 都已经在surface 上了 OK 在surface 上之后 我们要的是这个point 而且他顺序也是对的 因为我是这么展出来的啊 这么分解出来的 好 然后使用一个curl polyline polyline 连接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他这里面有一个闭合选项 默认是没有闭合的 我们要闭合 你说现在这是闭合的啊 不是哈 你看这地方就没有 不知道是这个呢 还是这个 所以将这个 c的是否闭合 啊 变成 true 哎 闭合了 OK 这样就闭合了 好隐藏这个 surface 和 evaluate surface 到这个啊 到这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操作 还做一些 结构上的一些变化 好 现在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线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polyline啊 polyline curve 而且是闭合的 因此我们先缩放一下 缩放松缩小一些 缩小一些以后 然后进行loft 形成这种孔状的结构 好 使用 scale transform transform 这是transform里面的啊 transform里面的这个 呃 scale scale 啊 这是 平均的缩放 平均的缩放 好 单击放下 放下放进来 将 每个polyline 连接给 缩放的物体 中心呢 就是polyline的中心 怎么取 polyline的中心呢 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以在curve中的啊 polygon center中 这个命令中去取到 中心 好 连接过来之后 他有三个啊 他有三个啊 点的中心 面的中心和 呃 面积 中心 我们用线的中心啊 点和线的中心 点的中心 线的中心 和面积中心 那种线的 这个比较精确一些 隐藏 OK 这时候看到了 哎 两组这样的polyline polyline 那么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 之前学过的一些吸引子啊什么的 让他的这个缩放缩放的值 不一样 这样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效果 啊 那么还可以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 本身他的这个曲线长度 啊曲线长度 他是一个polyline 那么他有自己的一个长度 可以使用Lines Lines Curve里的 Analysis里边的Lines 连接之后 那么 看一下 有一些自己的数值 这个数值呢 我希望让他变成 0到1之内 0到1之内 还记得我们之前 在Extra里面 Extra里面 创建了这个 啊自己的小自己的小处吗 Cluster对吧 自己的小组 还记得这个吧 那么可以把这个值进行一个 remap number 看一下 你看 就变成了0.1到1 那么 这里面是这样子 好 之前说过这个对吧 好 用一下自己这个 直接得到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 因为我们不可能去缩放啊 不可能去缩放 比一大的 否则他就会 他会脱出 脱出这个边界了啊 所以这个值正好也设置的合适 因此使用这个直接连给他 好 这样越小的呢 啊 编长越小的 他缩放的越大 啊因为他 他这个是0.1的时候就缩放90%了 就就是只剩下10%了 所以 他那他这个越大 他缩放的值越小 如果想反过来 其实 很容易 我们知道这是0.1到1的范围了 你只需要用一个减法 就是用1减去他 就可以了 对不对 1减去0.1等于0.9 变大了是不是 1减去0.1等于0.9 啊 就是 减大了 就变小 减小就变大 因此 就反过来了 好 又反过来了 OK 这样子 之后 我们得到了 大家看这里边有一 他变红了 说明有些值 说明有一些值 可能会超越了一些极限 看一看 拿这个看吧 有0的值 OK 有0的值 这是不对的 那么1减去1才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会避免一0的话 我就会把这个1变成 1.1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啊 大家思路活一些啊 好 OK 这样 他就对了 好 那么 为了最后的合成方便 你看我这12345 5位 有效位是第4位 那么 那么之前的这个 Polyline 这个最大的这个Polyline 跟他是一致的 有时候你可能 不愿意去 特别关心这个长短啊 这个位数多少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 使用 SET里边的啊 Tree里边的 有一个 模块叫 Simplify 这就是将 他的这种相通路径进行进行简化 只剩下不同的 像这个5位里 只有第4位不同 因此简化过之后啊 过后呢 是01234 这样的 同样他也在 鼠标右键里边啊 鼠标右键里边 会有这样的功能 啊 Simplify 对吧 好连一个就可以了 邮件也可以 好嘞 再加一个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 隐藏这些 观察一下 0123456 这个呢 0123456 没问题 将这两个合并到一起啊 合并到一起 使用一个Tree里的 Match Match 好单击放进来 这样我们看 两条Polyline 已经完全的在一个阻里了 使用一个 Loft Surface中的 Loft Loft 好 好 你进 大家看 这结果就已经生成了 把之前的点给他隐藏一下 OK 这成了 好 那么那个 但是大家如果愿意还可以进行一个Tree的啊 一个Tree 不过我就不往下做了 这是点的啊 点的定位 根据点的这个 一个分解啊 根据点的一个分解 然后呢 因为他分解的时候是基于 呃 单位 Surface 单位Surface 分解得到的 一些 得到了是 得到了一些 UV值啊 得到一些 UV值 然后呢 又利用这个 UV的这个定位 跑到Surface 上之后呢 形成了一个Polyline Polyline 再之后 由Polyline 进行缩放啊 参照的是这个 本身Polyline的这个长度 他加起来的长度 然后作为一个 Remap number的依据 最后 形成了一个 缩放 然后 合并之后 进行放样 形成了一个 这样的Surface 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 OK 这个是点 好我们看Polyline的定位 Polyline的定位 Polyline定位非常常用 包括我们在这个 一些 曲面上啊 包括在一些这个 结构上 都非常常用 好 那么现在来讲这个 这表面呢 做做这个 案例呢 不是很合适 我们看用什么方式 比较好 我们这留着 把它都隐藏吧 那么 Surface 显示出来 我们将Surface 使用 细分的方式 变成四边面 然后呢 经过 经过这个 三个点 相连三个点 相连 形成两个三角面 看一下如何做 Surface 首先我需要通过 ISO trim 来得到这些 小的Surface 当然你可以 简单的使用一个 Lunchbox的 呃四边形 就可以实现 包括三角形 直接实现了 这个我们不直接实现 看看如果没有这个Lunchbox 你会 你会怎么做 在Surface中 在Utility里面 有一个叫ISO trim 根据ISO的值 来进行 Surface 小的Surface的一个 一个创建 好 将它 连接给S 那么这个D呢 输入输入要的是面区间 这就不是简单的一个面区间 而是一组面区间 好 我们通过 Math中的 Domain里面的 一个叫做 呃 Divide Domain的平方 在这 将面 进行细分 你看它的图标就代表它的意思了 好 放进来 OK UV给多少呢 默认的是10和10 我给20吧 好 因为它是数值类型的数据 所以它还是 灰色显示 然后连给D 这样 啊 思辨性出现了 如果我没有Lunchbox 如果没有Lunchbox的话 我们的方式是这样的 通过这样的一个固定搭配啊 来创建这种细分 Surface 这样小小的Surface 就出来了 好 而且呢 它也是 它也是这个 untrim surface 正规UV面 对吧 太高了 给个 就给10吧 太高了 不太好观察 好将Surface隐藏 留下这个细分之后的 细分之后的 那它现在是个双曲面 我们即使将双曲面定位在平面上也没有意义 因为双曲面不好制造 我们希望让它变成两个三角形 因为一个一个四边形里一定是可以存在两个三角形的 对吧 因此我们将 这个 紫 紫紫面 啊 这个四边形的紫面 的 点线面元素分解出来 使用 deconstruct brip 好 连接 隐藏前面的 大家注意经常隐藏前面的 那么这时候 它分解出来点是四个 它跟那个poly poly polylan 不会还一样 polylan 它分解出来的呢 它分解出来的是 加上 回加上70那个点 也就是说 会多出一个来 而这个 deconstruct 他分解出来的点 不会多 是正好的 这是四个 好我们看一下 它分别的编号找到一个最边缘 在这吧 我们看看一号是什么 sats list item 看一看一号是什么 那么这最边缘的话 第一号 显然 是这个点 那二号是这个点 是不是呢 果然是 OK 保持默认 增加 0 0 1 2 3 那么0在这儿了 1在这儿了 2在这3在这儿 我们第一个就可以做了 就是0 1 3 0 0 1 3 0 OK 使用一个surface的 4点 4点成为一个surface 0 1 3 3 0 OK 再用一个 0130 那么这个是 3 1 2 3 3 1 2 3 记住是逆时针 逆时针 否则你发现是会反的 3 1 2 3 3 1 2 3 OK 这就成了 把前面的继续隐藏 两个三角形 三角形是绝对平面化的啊 三角形是绝对平面化的 因此我们将这个结构 呃 首先这结构 我要将这结构 呃 进行编号 编号之后呢 在三维上有个编号 在这边有一个平面的 也有编号 也有展出来的这造型 我们看一看如何弄 OK 那么看一下 呃 进行一个Orent 那么用到今天所讲的重要的一个概念就定位了 看看这种定位方式啊 怎么去 制作 介绍一个新的模块 在Transform中 呃 在这个Ellusion的这个啊 模块里面有一个叫做Orent Orent的这个 模块 这个是用来定位的 好 那么他这种方式呢 和很多像像这个映射Number啊 还有映射Box啊 还有三角形啊 还有映射一些其他的东西 都很相似啊 都很相似 它的本质呢 是确认你的原平面 和确认你的最终平面啊 就原始的和最终要放到哪里去的 然后呢将你的模型映射过去或者说定位过去 好 那么定位的是这个模型啊 当下面一会也会定位 呃原始的原始的平面在哪里呢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啊 我们可以使用他某一个点 比如说你用一点也好 用这个点好 用这点好 用某一个点 但这个点呢 你下次用的时候 这个也要用那个点 比如说我们用零这点 在这儿 这是零那点 看看是不是啊 应该在这儿 这个是没有的啊 没错 就用点点 大家记住了 这个因为你要 这两个是要互相参照的 所以说只用一个点 不能随便乱选 否则他贴过去以后就就交叉了 好 这个点在这儿 那么平面呢 就他平面可不是xy 因为他每个平面都不一样 有这个点 可不可以生成一个平面呢 好 我们看一看 在vector标签下 vector标签下 有一个plan里边有 ok 有一个 嗯 三个点 plan three point 哪个三个点呢 这个 这个和这个 对吧 这个 这个和这个 啊 这三个点 好 ok 使用 错了 点选错了 呃 plan three point 啊 那么这个只能属于第二个点 他跟图标一样哈 a b c 那么a b c 所以他是 b点 011 1是 011 呃 sorry 那个a a在这了哈 a在这了 a呢 是0123 3是a 也就是 都给弄过来啊 0123 3是a a在这了 下面呢 0123 012 啊 不对不对 是2啊 2 不好意思 呃 不对不对 0123 啊 是3 是3 3是上面这个点 0111是1是这个这边那点啊 没错 所以连接上 好嘞 得到这个plan啊 得到这个plan 那么这plan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初始点 我希望他在 希望他是这个啊 即使其实现在这个这个plan也可以啊 plan对 只不过他坐落点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啊 如果你想校正的话 也可以用一个 啊 vector plan里边的 呃 看一下 叫是construct吧 ok construct 这是主点 然后s轴和y轴啊 s轴和y轴 呃 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啊 数学一样概念就是 一个plan 啊 包含三个轴啊 每个轴呢 每个轴呢 也有三个数值组成啊 三个数值既可以代表一个point 也可以代表一个vector 而这个plan呢 是由三个vector组成的 一般来讲 我们不需要指定的第三个 因为第三个就是 就是垂直于这个和这个的啊 一个轴 所以有两个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得到一个plan 如果我想把点定位点放在这儿啊 我就可以用一个解啊 deconstruct deconstruct ok 然后x对x y对y 之后这个点呢 我们用这个 好 你看 这个过来了 对不对 这个过来了 好 那么得到了这个 这个呢 plan啊 是我们原始plan 使用一个plan的模块 接它一下 然后连接给a b呢 啊 就很简单了 我们要找一个真正的 就是平面的一个啊 点 可以使用一个网格 我们先看看它的数量 它一共100个啊 100个 我们这样产生100个点就可以了 啊 100点就可以了 其实最它的100来自于这个啊 10乘10 所以你想 后面又产生变化啊 产生变化 你可以用最开始的数值 使用一个 ok 比如说 square点组 啊 网点组 然后10和10 s轴和外轴都是10 大小一会儿再说 给它挪过来 挪过来 之后呢 使用一个point 因为这定位点跟 也是在这个地方 离得太近了 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 我希望它能在 ok 大概这个位置吧 好 嗯 哦 这是s轴啊 我一直把外轴当s轴啊 没关系 那么set1在这 ok 这数数 呃 数量对的 100个点 这是121个 因为它是 它要的应该是角点吧 是中心点 为什么121个呢 数一下 123456 7 8 9 10 12345 5 123456 7 8 9 10 10 应该是100个点 怎么会100 121个呢 好 先不管它啊 因为多一点没有关系 就是它会按照这个匹配 呃 最后呢 那些点胜出来啊 好 将这些点啊 将这些点 的重心点 这是重心点 哦 难怪呢 它是脚点 不是中心的啊 好 使用一个 curl 里边的这个polygon center 将它中心点取出来 用ce接一下 啊 这应该就是100个 100个point ok 100个啊 100个 这数值就跟前面对上了 啊 跟前面也对上了 好 我们做好一个 那个就好罢了 把它隐藏 那么 这个距离放一个三角形肯定是不够的 拉大它 这个size 设成 20 可能会很大啊 差不多 先试一试啊 不一定合适 但它是平面的 大家看 这是平面的 这个我 我做好之后呢 我可以把它变成cd图 啊 烘焙成cd图 它现在因为在平面上 因此 呃 我们只要把它 这个模型 模型 给它定位到这个平面上就可以了 之前的平面呢 我们知道了 就是啊 我们最后取出来的啊 这个平面 之后平面呢 就是xy平面 但是保证 它们的这个 数据啊 都是匹配的 所以这个数据不匹配 它数据是形成有千道关系的啊 有千道关系的这个列表啊 数型数数型和列表 这个呢 就是每个数字里面只有一个 因此我们再加一个 graft 给这个点 让它也变成 这个样子 再看看 它们是0到99 而我这有千道关系 我这样还是不还是不行 所以呢 要给它 进行一个拍屏 在这个拍就可以了 当然你可以用这些模块来做 不过呢 是少一个是一个 右键在ce上右键 选择flatten 先拍一下 再展就是一个一个了 啊 再展就一个一个了 之后 使用一个 vector中的xyplane啊 连接 然后再用点连接给这个O 大家看 我们现在就把第一个 三角 第一批的三角形啊 进行了定位 进行了定位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尺寸呢 还可以再小一点 这差不多 在定位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 呃 还是参照这个平面 我们让它在这边定位 三角形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四边形嘛 对吧 我们定位两三角形 它本身就是四边形 好 那么 看一看如何做 呃 它定位完了 该它定位了 对不对 再加一个Orent Transform 然后Orent 连接过来 好嘞 也放到这边来 然后呢 是平面的一个 啊 平面的一个 平面的一个指定啊 平面Plan的一个指定 好 Plan呢 我们刚才说了还是用它对不对 刚才说过了 那么 直接给 哎 好 然后B啊 还是它 你说这个 太 你太太轻松了吧 但是有问题哈 没完 大家如果 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在它的 证交视图 第二P的翘起来了 有高差 而第一P的 没问题 因为第一P是按照它走的 第二P有高差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第二P的高差给它去掉呢 我们可不可以用用木将那个 这个起来的点啊 移动下来 拖拖拖下来呢 可以吗 想一想 好 我们说不能这样哈 你要这样直接拖拖下来的话 它的面积就会受到影响 就是这些面积会受到影响 啊 一定是不对的 因为你这样直接往下木的话 它这个本身的这个面积就不对了 而应该怎么样呢 是不是应该以这个点到这个点这个轴线转过来 而正好转到这个这个平面上呢 如果转下来就对了 对吧 它是旋转而不是真正的改变它的造型了 好 那么怎样才能够旋转的对呢 好 我们通过 呃 这一点啊 到这一点 这么说吧 我们这样画一个弧啊 画一个圆或半圆吧 一个弧 这个弧呢 是要穿过啊 要穿过 以这个 以这个点 到这条线的最近的这个点 也就是说这个垂直线 这个这个起始点 啊 以这个弧是以这个为圆芯 这样转 中间呢 穿过plan 有一个焦点 那么这个焦点的位置相当于我们转过来了 啊 然后用焦点再连接这两个点 形成三角形 好 我们试着做一下 我这个可能讲的有点难了 大家 先 先看一下 然后 如果不太理解呢 多看几遍啊 多看几遍 好 我们也说这是对的 不不理他了 这是对的 这个呢 不太对 我们通过分解 surface中的啊 这个 分解 点线面 得到点啊 看看哪个是这脚点 看看脚点 用set选择 这个不对 0是这个 1呢 是这个 哦 那2就是它了 这个 好 这脚点 脚点呢 投影到这条线上 这条线是哪 哪条呢 也不知道 啊 模仁 就是这条啊 就是这条 好嘞 这个点 投影到这条线 使用点到线最近的一个啊 这个叫curve close it point 好嘞 线是它 点是它 那么得到了一个 这样的一条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点 而且这两 这两个点呢 就是这个点 到这个点呢 可以形成一条直线 好 我们from它 to它 from它 to它 形成一条直线 OK 好 我们产生弧啊 要创建个弧 这弧呢 要透过啊 要跟 要跟平面相交 得到一个相交点 那么看看 弧 弧呢 一定是 curve里边的 啊 ark ark OK 这是平面啊 平面 如果是这么一个弧的话 那么我们 我们的这个 所在平面 啊 就需要一个指定了 就需要一个指定了 看一下 呃 弧 用这个点 看一下 现在这个点呢 有弧 不过这弧呢 首先来讲 它的半径不对 它的半径应该是 跟从这到这 而它现在到这了 我们要的这个长度 所以半径很容易 就是它的长度 还半径对了 但是呢 方向不对啊 方向不对 也说 plan不对 它应该立起来的 它应该立起来的 所以 我们希望 呃 通过 这个 这条线 和这条线 这两条直线 创建一个 plan 让plan plan 然后 再替换它 好 回到vector中 plan 两条直线 line和line A 啊 A直线 可以是它 先看看 不对再说 然后下一条直线呢 可以是它 OK 那么 直接过来的话 就这样子 我们希望它能够 呃 反过来 换句话说 我要转 转个 多少度呢 在S轴转 转90度 啊 对 90度 OK 好 我们转一个 用一个vector啊 中的plan的 rotate plane 好 转 转 这好像是在这周转 试一试啊 呃 90度 就是 3.14 除以 2 啊 不对 转的角度不对 那么只能又rotate它了 只能又rotate它了 或者还可以 还可以让这轴变化 像直接转转比较快一些 比较好理解 我再弄的话大家就晕了 OK rotate 那么 转 转是按照 啊 不拿这个转 拿一个轴转 这个啊 rotate axis 转 好 轴是 x轴 好 这个好像就对了啊 起码 这个再不对道 起码我可以 就是再调一下 就马上达到效果了啊 方法很多 不一定 我这就是标准的啊 大家可以找一些自己标准 哎 这是对的 但是呢 我要的不是这个方向 我要的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而不是下面的这个半圆 所以我可以根据这个改啊 就是这个angle的啊 这个弧的angle的一个区间改 好 度面 它是0.4到0 呃 180度 那么 零应该是可能是这个 我让他 没关系 这个随便改一下吧 3.14 3.14是这个值 那么3.14除以2 是这个啊 上面还差一些 上面应该是270度 270度是多 糊涂多少呢 我不知道 嗯 嗯 负的 能负的吗 啊 可以 可以啊 不一定是3.14啊 有可能 你可能少一点 多一点 只要他能穿过这个点就可以啊 这样的话 呃 让这条弧啊 啊 前面是挺乱的哈 让这个弧 和Plan 香蕉 这是线 也就是Curve和Plan 香蕉 在香蕉里边 找到 呃 线和Plan 呃 Curve和Plan 啊 Curve和Plan 对 Curve和Plan Curve呢 是 这个 弧 Plan呢 是SYPlan 你说又 还得找到SPlan 我晕了 不用哈 SYPlan一个就可以 你想一想 是不是我一个无限大吗 我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 Vector XYPlan OK 大家看 这才真正平面上的啊 这样呢 也不会影响它的面积 面积是一致的 只有这样面积才会一致 所以这是用了数学的方法 OK 之后 这个是第 呃 第九点 不知道 这是 这是 这是第三个啊 第三个点 那 第零第一 呃 明白了 三第三 这是第三个点 好 把它的 我们再加一个那个什么吧 类似atom 这三个点 是吧 一二还是一二 第三呢 我们用它来替换 好 使用 surface 其实我不用surface 我们用这个什么就可以了 用polyline就可以了 毕竟那个 我们cd图要要个线就可以了 对吧 制造吗 好 使用 这是 用个墨纸 set里边的tree里边的墨纸 啊 tree里边的墨纸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OK 第三个呢 是它 这三个在一起了 然后 使用 将它闭合 closed 会发现有点问题啊 可能 呃呃 我们的路径不是很简化 所以 在每个第 一第二第三 前面 使用simplify simplify 和simplify 好 这样变成三角形 因为它路径不够简化 所以 呃 长度不一样 因为此它这个三个点不能到一个树枝里边 啊 问题在这儿 好 隐藏前面所有的 因为做到了吗 OK 啊 然后 这个也是 我这个呢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平面的 所以我是直接用一个surface的边框啊 边框 将它这三条三条线啊 取出来 OK 就这个 使用一个crow 连过来啊 隐藏 隐藏这些 到这里边 这个才可以真正被制造 我们到 证教室图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 OK 这个啊 这个线是平的了 不会有高差了 不像我刚才直接Orant过来之后 它出现了高差 直接Orant在 啊 这儿 你看 直接过来之后 它有高差 经过我们这样处理之后呢 它就没有高差了 啊 都是平的 都是平的 到这里 这种图形 你还 你才可以烘焙出来 然后导出到cd中啊 进行进行这个 用于制造啊 OK 嗯 好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好 那么我们再稍微说一下变形体啊 变形 就是这种 变形体定位 简单一点说吧 时间有点长 我们在场景中啊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surface 简单的 有小炮啊 这个容易让你产生一种叫做 呃 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啊 因为它会 它会多一些 我我既然弄少一点 我不确认我的屏幕前面的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啊 我就尽量的少一点 OK 然后 将这将一些点进行一个 拉起 拉起 这么造型吧 OK 这是基本造型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大的造型 还拿它吧 我不想在节外生枝了 只不过我用一个surface引过来 引过来 好 上面呢 可以隐藏的 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 这是基本 基本的这个surface 这个是component 每一个小的啊 我把component也用一个surface 当然它是surface 如果它是mesh的话也可以 我们就用geometry 这样它的那个范畴大一些 之后把这个用一个外框给它框住 就用boundingbox给它框住 是一个box啊 给它框住 好 然后我们看看 在transform里边 有一个box变形 在morph里边有一些工具 那有一个工具呢 有一个叫做 呃box morph啊 box morph 通过box变形 OK 那么geometry 然后reference box 然后是target box OK 那么reference box呢 就是它 模型呢 就是它 那么target box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 是我这个surface上的那些b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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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box装到box里边 这里有一个 但这里有可能有20个 然后装20次 啊 就这么一个造型 好 我们将这个surface 使用一个工具 叫做surface box 好 surface对surface 那么区间啊 面区间是什么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mass里的 跟之前一样 is用到那个叫divide domain的平方 OK 还是用它 那么这里边呢 10和10吧 太多的话 可能会引起不适 OK 那么啊 这样 还差一个h啊 还差一个h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surface给错了 surfing给他啊 给几何体了 这也给错了 给他 OK 大家看 哎 形成这么一个造型啊 给错了 不好意思 这是这是 呃 几何体 因为给他啊 好 那么高度 我希望用他的高度 这时候我就将 这个box的高度取出来 进行一个分解 surface deconstructbox deconstructbox box对box 这个z轴 得到是个区间值 就是它的高度值 将这个z轴 给他啊 那么 这个是0到3.5 是个区间值 这个是数值 虽然可以转化成 但是我们尽量规矩一些 还是分解一下 将这个末端 那个3.5 给他的高度 box增高 最后 啊 最后将 这个box 给这个targetbox 好 我们看 这种小古包就出来了 啊 小古包出来了 这个应该不会让大家不适吧 反正 呃 以前在某种 某些课上呢 这种模型会让大家有些不适 啊 好 啊 这种造型啊 OK 还好 我用的还还算是稍微的 啊 规矩一些啊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啊 变形体定位 OK 再看一下 呃 这本讲内容多了一些啊 大家 这个 过后呢 好好的再去分析一下 好 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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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